今天我看到那個新聞有報導 NONO躲在屏東去一所廟宇拜拜 然後什麼暴瘦20公斤的這個新聞 看到這個新聞讓我非常的火大 我覺得這一則新聞 應該就是所謂的公關公司在背後操作出來的 他想要讓許多的社會的人士 感覺到就是說NONO他就是一個被害者 然後他暴瘦20公斤 希望大家能夠怎麼樣對他的印象能夠改觀 NONO你為什麼不好好的跟這個這些被害者道歉 跟他們認錯 真的是讓我火大了 藝人NONO陳軒鈺去年遭小洪老師等人提告性侵 目前陸續審理中 消失大半年的NONO最新近況曝光 網紅馮雨婷爆出NONO銷售20公斤 在屏東一帶的宮廟求神懺悔 電商企業家486先生成岩廠經11日透露 這官司到目前為止律師費用 486團購也支付100多萬 雖然花了我不少錢 但我想要的其實就是諸惡魔做這個道理 他想要讓許多的社會的人士呢 感覺到就是說NONO他就是一個被害者 然後他暴瘦20公斤 希望大家能夠怎麼樣 對他的印象能夠改觀 所以為什麼我今天發了那個臉書這一篇文章呢 各位我從小就在迪化街 瞎海城隍廟長大的 我身上隨便抖一抖這個香灰啊 也比他拜拜的這個香還要多 對於他這種寧願去那個操作這個媒體 尋求這個大家對他印象改觀的這種的手法 我就覺得很納悶 NONO你為什麼不好好的跟這個 這些被害者道歉 跟他們認錯 對不對 錢不是萬能 但是如果你能夠提出合理的金錢的賠償 我想這也是能夠展現你一個誠意的一種表現嘛 所以我今天發這篇文章 真的是讓我火大了 所以為了本身的思考 小朋友 別浪說 我有了 我們會不會 我會不會 我會不會 絕你